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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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個位男士先 李卓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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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想問一下幾個問題 收緊船艦檢疫令 是星期三才開始 為何不是即時收緊檢疫令 是否你們預計 是星期三才開始出來 才是高峰呢 之前多個專家都說過 比豁免人士是今一波的源頭來的 叫你們收緊檢疫令 但你們一直都不做 上星期還說是一個誤解 現在才來收緊這個措施 究竟是誰的誤解 是你們的誤解 還是那些專家的誤解呢 如果是你們的話 要不需要和那些專家道歉呢 另外就是說 其實當初放寬船員豁免措施 其實我們有些聽到 就是政府的最高層 因為曾經指示過說 香港要做一個航運中心 所以就要豁免的 那世衛局在這方面 其實有沒有說過 我給個高層廳 這樣做過 是不是會帶來一些風險呢 如果沒有的話 是不是世衛局是一個失職 而導致這次第三波的爆發呢 另外機組人員方面 為什麼呢 他們是怎樣置我隔離 要去哪裏隔離 怎樣看著他們 沒有去到那個社區呢 如果是香港的機組人員的話 要怎樣做 他們應該留在家裡 做一個隔離的地方 謝謝 謝謝 關於今天公佈 關於一些在那個599C張 或者E張核下 裡面一些受豁免人士新的安排 其實在這個疫情開始 去到訂立這兩個的規例的時候 就知道 因為香港很多的物資 都是需要在外地送來 所以是有些的必要性 就透過不同的局 或者是他們的部門 去建議在一個必要 去做監力安排的情況之下 有沒有一些空間 在維持著必須 對香港無論是民生的需要 或者物資的需要 供應不要斷的大潛大底下 有些是豁免 當然這些需要 或者可以考慮做豁免的類別 都是經過不同的部門 或者政策局 去在民生的角度去考慮 然後建議 也都知道我們香港這個疫情 其實在上次就是3、4月左右有高峰 跟著5、6月又剩下了 比較少個案 所以都是考慮在不同疫情的情況 是否可以再調節那個 就是不同類別豁免人士的項目 跟著到疫情又再轉變 我們知道在7月初開始 就有一些新的本地群組 以及這兩個星期 我們看到數字是上升 所以其實政府在7月初 其實都沒有停過去檢視本地疫情的發展 就是無論本地個案那個增加 它的群組的演變 還有那個藍病學的演變 都知道其實在這個時候 我們應該都是盡不同的辦法 在不同的位置那裡 或者透過一些行政的措施 或者是一些立法的程序 再去更加嚴謹地做那個防疫抗疫工作 所以這兩個星期 我們已經宣布了的 我都不重複了 那關於這個在 無論是船員或者那些貨船 他們來到安排的 這次都是就住 我們一向有一些的人士安排當中 再加強 無論在他們出發之前 那個要求檢測的必要性 另外就是來到之後那個測試 還有等結果 那這個其實都是一個很清楚的訊息 給一些已經被豁免的一些持份者 或者提供服務的人士 那個可能是航空公司 可能是那個船公司 他知道是要基於這些嚴格的要求 那個受豁免才可以被確立的 當然政府是會透過不同的部門 或者相關被豁免人士的機構 他嚴守這些受豁免的要求 那如果他們是不遵守要求 當然政府是絕對有權去檢視這些豁免的安排 那在這個疫情的發展 其實我一直都尊重專家的意見 那當他們提出有不同的可能性 為什麼會有這個個案的上升 疫情的轉變呢 那我們會一籃子看專家意見 世界的趨勢 還有本地的發展 還有我們本地不同的公共衛生 他們團隊的分析 然後再做一些舉措 那我們在不同的階段 政府是不會停止去檢視 在必要的時候 繼續收緊所有相關的政策 或者規例的 謝謝 好 下一條 謝謝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